好 我每次要來節目上介紹的東西 然後回去之後播出 就會被那個瘋狂被觀眾問翻 上次不是來介紹那個就是香水 就是店裡的香水 就那個禮拜 那妳沒有在賣啊 只是妳店裡面用的 對 都在問說是什麼香水 什麼牌子 但是我跟妳講 有誰被問爆 真的被問爆 就是那一個禮拜 可是很奇怪 我必須講 它就是有林立文那個店的味道 你一聞到那個味道 你會發現就是想到它的店 可是我去那個香水的店 買那一瓶產品 我聞不到 那個味道 我聞不到妳店裡的那個味道 這不是太多味道了 有可能是不是 可能是 就是 但還是我去那邊拿幾瓶香水 到妳的店裡去噴看看 就會有了 很奇怪 在妳的店裡就那個氣氛 氛圍 那個氛圍 對 那個氣氛 所以主要是老闆娘很漂亮 漂亮 她的漂亮 就是那個香水事件 然後再來就是有一個 有一次有來節目上運動 然後就是介紹自己穿的運動服 對 那個運動服 好美喔那個 對 也是被問爆 然後那一次很誇張 就是問到就是連那個 坊間有賣假的仿帽 就是一件190 290的 然後也來說是 就是我節目介紹童款 然後重點是她還 就是道圖 然後詐騙這樣子 對 然後她還就是下廣告 就是整個壓過我 就是介紹她的東西 你原本的生意 對 沒錯 然後我就想說 奇怪怎麼那一陣子 就是沒什麼人在問運動服 結果就一堆人來問說 我有在這個買了 妳介紹 我就說那個不是 就是已經就是 就是那個有點 我想請教樓上的生火團 你們也看得懂 這是道圖嗎 我看得懂 我每天都在 怎麼會 萱萱妳說怎麼分 我跟她講 就是如果妳是 很醜的那種字 比如說簡體字 不然就是紅底字 壓在妳的照片上面的 一定是道圖 再來是貨到付款 一定是道圖 點進去是 一頁是下拉的那種網頁 也一定是道圖 哇 好專業喔 專業喔 對 然後後來就是 反正就是有觀眾 就是私訊我說 她有買我的運動服怎麼 比如說S跟M的尺寸 怎麼差那麼多 然後料子怎麼也不一樣 我就說 她就給我看 我就說這個不是我賣的 就是 反正大家就是認明 就是 認不認明 好像也網路上 真的就是真真假假 就是算隨緣 去找妳買最快 對啦 反正就是隨緣 隨緣 隨緣就是隨緣 然後就這樣 可以 隨便 有 隨便 隨便 來 隨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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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